有主場球隊高雄鋼鐵人 迎戰來犯的台新夢想家 夢想家的部分楊勝彥 吳永勝 陳立煥 簡浩搭配中鋒吉爾貝克 在高雄鋼鐵人的部分呢 選秀防野陳宥偉 呂正如 林鈞豪 藍少甫 鄭德維 失敗的例行賽戰機 最後殺盡了季後再來 看一下翻翻球有呂正如 現在其實正值當打之年 只是過去這幾年裡頭 他包括曾經一度退休過 然後又再復出 速開張 吳永勝 代球切入 用第一線的速度 過了藍少甫 來講話 是相當不錯的 他在大學的時候 就是防守蠻好的一名球員 沒錯 大三大四賽季 都相信有場所 應該是我看到蠻多球迷 甚至美股同業 在預測 PlusLeague 今年新人 他相信在這個 Anthony Tucker 加入到鋼鐵人的 跟呂正如上個球季了 都一同效力SBL的 玉龍隊這邊抛頭 找來框的是呂正如 因為想要在面對夢想家 這樣的情況下去搶進攻 那盤其實不太容易 持續進步 我想這一點林玉璃 其實做得非常好 齁齁 阿極溜進來囉 給到陳振傑高調給籃下的吉爾貝克 再轉移出來 Catch and shoot的是錢坎尼 三分球友 有點大了 所以有吉爾貝克來分擔 這一個游七區的壓力 相信對於德威來說 也是一個壓力 楊勝彥 轉移到底角 陳立煥 三分線外出手 又在底角來了一顆 給到陳立煥 內線拋頭 這一球打得聰明 但這一切上場的時間了 對 王柏智必須在祭錢的時候 好好把握他的出賽機會 因為等到立行賽真的開打之後 到時候會有把我們賭定 就是硬要攻 可是實際上要擺脫 呂正如的防守沒那麼容易喔 他並不是一個理想的出手機會 從進化中畢業之後 冠軍打完之後就出國念高中 嗯 所以一路以來 其實吳詠勝他做了蠻多事情 是走在最前面的 哇 這邊出現失誤了 吳詠勝前場二打一 給到的是陳立煥 插板得分 應該要思考的是 往對方向前進的時候 他其實必須要時間的累積 我們期望能夠越來越好 哇 真 54比41 王柏智帶球切入 挑戰吉爾貝克 哦 坦克車來了 都能夠感受到 一個過去所沒有的一個熱鬧場景 我覺得這是一個非常棒的事情 因為 我覺得他還有蠻大的進步中間喔 這一點吉爾貝克 高插步轉身進去 轉身漂亮的腳步 陳耀偉 帶球 地板給球 找到藍紹普 插板得分 他的掌握利用 Bounce Pass 去用這個彈跳 讓他去抓到這個機會喔 哇 飛身放後 林君豪 有時候貼上去喔 讓吉爾貝克拿球 但是 哇 硬打還是有 他必須打得更強勢 才能夠帶給球隊更大的安定感 是 哇 三分球 哇 三分球 Defen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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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吉 三分球 胡哲義 底線接到球 三分球 所以今天的增加 而且大江南北的增討之後 你其實看他打球上 該他出手收武器 胡哲義 漂亮的給球 陳宥偉 藍底下 小拉一桿 這能跑能扣的長人喔 吉爾貝克 這邊又要單打籃下 是一個mismatch 哇 呂正如的麻辣火鍋 正如也可以說是跟陳立煥槓上囉 三分球 台上 胡哲義的三分球 哇 是 就怕上來會怕 黃律翔第一時間球沒拿穩 第二時間還是起了 砍進了三分蛋 看一張主場球隊 沒有辦法收下勝利 但是也絕對學到了 寶貴的一課 excuse me that's a thousand